秋天喝汤有讲究 散寒暖胃保健康 昨天去吃烧烤的时候 这个饭店老板娘 她看见我总是咳嗽 就问我是不是这个嗓子不舒服 的确是 我这两天呢 就是嗓子干干的 还总是感觉有些痒 就时不时的需要咳两声 清清嗓子 这个被老板娘发现了 太细心了 于是这个老板娘就回去厨房 就是不一会儿就给我端出一碗汤来 她让我喝 然后她看见我有些犹豫 就说你放心喝吧 要不是咱们这么熟了 那我也不敢给你喝 因为这几天刚刚立秋 天气呼冷呼热的 你可能是要感冒了 老板娘说她的小时候 只要是嗓子有一些不舒服 或者肝痒 稍微咳嗽 她奶奶就给她煮上一碗 让她喝 喝了之后就会好很多 但我这人贪心 不仅喝了人家的汤 还把人家的配方要过来了 其实这个汤做起来真的很简单 这个需要葱白三段 去皮的生姜三片 陈皮一片 加水到1000毫升 上锅煮开 这个水煮开之后呢 我们里边再加20克的红糖 再煮10分钟 这个汤哈 首先需要趁热喝 然后喝完之后 全身就会微微的出汗 这个时候呢 你千万注意 不要再受寒了 否则就好不容易 散出来的寒气 就又回去了 老板娘说她这个方法 差不多用了快有30多年了 就是每到欢地的时候 这个天气呼冷呼热 她就会煮上一锅给全家喝 他们家人呢 都好些年都不感冒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